两个月前才加了价的九巴 早前说油价升幅劲 加价抵消不了成本上涨 预告上半年要洩钱 还建议政府成立票价稳定基金 被舆论炮军变相要市民洗钱帮九巴包底 但九巴就反驳 在经营上受到政府制造 根本政府就没有容许过我们 用这个商业的原则去运行 因为为什么呢? 票价不是我们定的 甚至乎那个网络的效率 我们不能够提高 也是我们想行的方向 也都不容许我们去做 甚至乎微调也不可以 譬如我说单层 双层改单层的话 都是经过很多很多的一个制爪 最后都是不获批准的 在这样的大大前提看下 就是说政府一定有一个方向 就是说假若是商业模型 形式的运作是不能够进行的话 是怎么可以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呢? 他建议参考新加坡的做法 将燃油价格定是一个标准 如果油价低于标准 巴士公司就将差额放入基金 油价升的时候 巴士公司就拿基金的差额去补贴 有学者认为做法可行 如何稳定票价 从燃油的角度去看的话 这个机制就简单很多 简单很多 因为只要政府和所有这些公共交通机构 我们达成一个协议全年 譬如现在呢 是说是七个多 一个公升的 如果我跟你达成协议之后呢 总之这个燃油跌低的话呢 麻烦所有这些公司自动付款 去到这个稳定基金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 郑家库就指出 巴士公司赚钱 但是不跟市民分享成果 蝕钱的时候就打政府荷包 认为巴士公司应该研究分段收费 提供月费优惠 以及从整路线等去开源折留 香港欢频电视记者李冠宇报道